大家好,我是阳静哥,沈阳啊,这两天太冷了 咱呢,去早晚陈面吃,热的糊的来碗面挺好的 这儿啊,有一家陈面店呢,开了二十多年了 今天中午呢,我就带大家去尝一尝 众人,鸡胃,陈面老店,他家呀,有二十多年了 我零四年呢,搬到这儿住的时候就他家 今天中午呢,就在他家吃一口 现在十点十三分,他家呀,就知道多人了 炒面呢,淡炒的又炒的 淡炒的,那我就来一个陈面,一个炒面 往这儿来一个鸡架,再来个拌菜吧 一共花了三四块钱,他家这还挺好,挺有年代感 还是拿这个小卡片来求面 哪个是面的票啊,淡炒面 小事儿,这是圆的是陈面 这全是老汤面的炒,还可以加卤蛋 刚才加个卤蛋好了 这辣椒油啊,看着就老香了 这是肉烧的,肉酱汤 这是肉烧的,肉酱汤 这是我的鸡架是吗,好嘞 我们两个人啊,点了一碗陈面,点了一个炒面,淡炒面 还来了一个鸡架,一个小拌菜,一共花了三四块钱 这陈面呢,闻得老香了 油挺大,上面一层油,看着就能挺香 油挺大,挺腻,下点陈醋 嗯,加完陈醋,我的小伙儿立刻上来了 今天呢,还带着八色老妹来的 这么一道,9块钱,挺实惠的 点了一个鸡架 哦,这个鸡架也挺多的 嗯,鸡架也挺多的 嗯,这边是鸡架的 鸡架也挺多的 啊,嗯 我参加鸡架的颜色就挺多的 嗯 嗯 鸡架也不了,绿地酸酥 绿地酸酥 那前两天我还没了 我还吃,我来的 这下的面呢 挺香 挺油的 多少有点腻 配点蒜 或者是倒点陈醋 能好好吃 但是真的特别香 你那炒面好吃吗 炒面你香 亮你的 我尝个炒面 你看炒面 颜色炒得太壁了 挺紧张 油也挺大 特别紧张 它没面 里面有点原土 有点豆芽 味味的带着甜醋的香味 炒面也挺好吃的吧 这个炒面挺好吃的 我还是 我还是爱吃这样的 炒面 这是那个山西高油面炒的 对 太干了 烟 飞进 这小半菜挺爽口的 这胡萝卜 这土豆酸好吃 他家呀二十多年了 我零四年搬到明年那边住的 租到了 18年搬走的 租了十四年 他家在这里一直有 鸡下来热一热就好了 有点凉了 有点凉了 这天的话 他家开着门口 都里面露底 一会就凉了 这个卤的鸡馅 酱的鸡馅 还是爱吃 稍微热乎一点 大油面吗 大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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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味儿哦 糖果汤好喝 哎呀 他家老大面呢 真就没有许家和许继的 老糖面 鸡 老糖面 鸡 现在所有老糖面呢 不知道为什么 汤里都微微带点鸡 他家这点开始上人了 现在是十点三三 不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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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了 中午没有变味 对 这里拼着 吃饱喝足 一点儿没事 他家的老糖面呢 确实挺好吃 嗯 炒面也不错 咱两个人啊 花了三四块钱 吃的还挺饱 这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儿了 有喜欢的请关注 点赞收藏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